有种机制叫沈岳 新剧媒官宣被骂上热搜 公开回应让全网道歉 随着沈岳知名度的提高 很多的电视剧邀约和代言人都接踵而至 在七月与安生当中的表现却被大家吐槽 很多人都吐槽她是baby2.0 邓演示的演技真的是后继有人了 在该哭的时候却来回的走路 总体的扮演真的是特别的不合时宜 明明之前在小美好当中的表现还挺在线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主要是由于那真的是她的本色出演 而有演技的时候 她真的需要磨练图片均来自网络 如有版权问题 请联系作者删除 谢谢